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一个 这是颜色,涂在墙壁上,但通常我们知道涂在墙壁上会有一些 风湿啊,或者它没有涂得很干净的这样一种 一种效果,那我们今天来讲 有时候重点也不是效果啦,而是我们这个操作的过程中,我们的思考逻辑是什么 这个思考逻辑可以让你去做出其他更不一样的东西,还有 我来操作的过程中,那些 动作 那些,诶,这样可以怎么样,那些怎么样可以怎么样,那些动作的功能,你熟了没有,没有熟就回去找一下我的video,把它弄熟,这个是基本功啊,这也没办法 好,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那个 就拍一个啦,拍回来,然后 角色涂上一个蓝色,就让它形成有点点 很像风湿的感觉,好,那OK,我们开始来处理哈 就是这一个啊,我们就把它新增 OK,1920,1080 好,然后就 再 这个啊 这是之前的档案啊,抓一个进来 OK,好 我先让各位看一下这个,把它锁小一下,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张照片很大,对不对 这么大,我们1920,1080的那个 画布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点这个,点这个地方移动啊 我们调整,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这张画 我想要的地方,好,就是这张 这张画那么大 我只取它中间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地方是画布 希望这个背景都能够熟 那个操作技能也都能够熟,决定呢,按右键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图层,有没有 然后什么,令图层合乎图片图寸 尺寸,OK 这个是图层这么大 画布也就是图片就这么小,现在把它收回来 就是这样子了,好,OK 然后呢,再跟它 回到这个 完全占满空间的这样一个 一个做 一个 视觉上的一个 操作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做 要开始怎么做呢,就会是这样子 来,我先 抓一个图层出来 把这个图层 把这个图层 那个 颜色 然后 去跟它去饱和 去饱和度 它就变成灰的,OK 也不算灰的,一个去饱和度 因为等一下 我们要操作的东西就会是跟 这个有关,基本上就会是跟这个有关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 透明的图层,好不好 透明的图层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画一个 等一下我们要涂颜色的一个 选取,对不对 蓝色吧 现在已经是蓝色,抓进来 好,这个地方是蓝色,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讲过了,首先 先跟它那个选取 全部选 好 我们首先你观察一下这个 旁边的边缘有一点点那种 风死的感觉 这个地方画起来很平直啊,这样很难看,所以我们首先边缘的地方要先把它处理掉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哈 就是说 有个叫Displace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先把它变成灰白 因为 它很适合Displace操作 你的这一个某一张图如果以它为操作的一个范本的话,然后使用那一个使用Displace这个滤镜功能,然后它的边缘 就会以 这一张图的 黑白或灰的状况形成一个 撑吃不起 那当然就会表现的 很像跟下面的一样嘛 好,所以我们点这个地方 好 滤镜,我们找过了哈,在映射的地方有一个Displace 找到这里 就是这一张,我们要以这一张为范本去,去在边缘形成那个 一个 撑吃不起的那种感觉,点两下 这个是x,就是y,也点两下,好,以这个为范本了,对不对 这个 蓝色,以它下面这个为范本 然后这个是 Holy Lental,水平跟锤子,就是这两个,我们都一样 那这个第一样其实是有 关联 没关系啦,我们开始调整 调整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边缘的第一样开始变化了 而且这个变化好像跟墙壁一样,对不对,对 我们就是试着 以墙壁的纹路 以墙壁的纹路 在边缘产生变化,这个是 这个Displace的一个 一个功用,就会是这样,好,确定 OK,先这样子,先确定这样子 然后再过来呢,我们要 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 这一张黑白的,对不对 我们先把它复制起来,好不好 我们先把它复制 我为了讲解的方便 我先复制一张给你看 这个我们讲过了 等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会以它的纹路来做那个遮罩板 我们讲过了,黑色的是刮掉 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我们 我们其实是希望这个白色的纹路跑出来 所以理论上,应该白色的纹路的地方应该是黑色才对 如果我们做遮罩的话,白色的地方变成黑色 它才会 在那个遮罩的地方才会 透出来 这个情况都已经很进阶了,希望你懂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颜色呢 颜色跟它反转 明度反转,黑白对调 看到 这个地方是黑 这个地方是白 黑白,黑白对调 因为等一下 我们会把它 我们会把这个张图复制起来 编辑 复制 OK,好 复制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跟它贴上什么 贴上遮罩 纯白 白色贴上遮罩 我们要把刚才我们复制的这个地方贴上 贴上遮罩 贴上遮罩 所以点一下遮罩 点一下它 编辑 贴上 我们要看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们按一下这边 它会贴到遮罩来 它会贴到遮罩来 现在你看起来很奇怪 这个其实也 也很简单,因为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 都没有很明显 都没有很明显,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处理这个东西 点它 点它 点它,我们开始来处理什么 颜色 然后这个 我喜欢用这个label 黑色的地方是会刮掉 所以我们也要想办法让它黑色变多 黑色变多的这个能力 这个操作 我希望你黑色变多,首先要拉这个地方 然后呢 白色也要变多 我白色变多 我白色变多 白色变多的白色是指保留 有没有没有看到保留 所以我当 我当白色变多 我蓝的就越保留越多 黑色是刮掉 你看看我想刮掉的地方有 有多少是我想刮掉的 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到多少地方说想刮掉的 有没有 好 那现在呢 我把它还原到 这个灌掉还原到真正的这个颜色 有没有看到 白色的地方越多 蓝的就被保留越多 蓝的就被保留越多 所以你看看你蓝色的是要多还是少 蓝色越来越多 蓝色少一点 就看你 然后黑色是指被刮掉的地方 你看想要被 黑色越多 蓝的就被刮掉了越多 所以你看看这个地方 那当然也调整 我可以调这个地方 黑色稍微这样 这样子就一个 一个 确定 就一个 有一个 模糊感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 遮罩这张图 我们处理成什么样 你看显示遮罩 看到没有 白的地方就是保留 白的地方就保留 所以很多蓝色被保留 黑的地方是挖掉 挖掉就会透过去 挖掉就会透过去 这个 显示遮罩凸层 这边按叉叉嘛 等一下 就回到我们标准的凸层样 这样就会形成我们教 我们想要处理的部分 其实有点复杂了 就希望整个到目前 你都可以听得懂 反正概念有两个 第一个是用Displace 创造这个 边缘的这个 这个模糊感 第二个呢 我们以它整个黑白的为核心 复制它 复制它的灰阶 贴到 这个复制之前 我们跟它倒颜色倒过来 倒 这个你就可以思考一下 黑色的地方就是要挖掉的地方 挖掉的地方就是要让这边跑出来 好那贴上来之后呢 再用 Label 处理一下 黑跟白的比重 就让它 哪个地方是要浮出来的啊 哪个地方是要 蓝色是要保留 哪个地方是要挖掉的 就会形成一个这样子的 感觉出来了 好 都练习几次吧 都思考看看 这个思考这个 概念你一懂 比方说这个是涂层 这个是 遮罩 然后呢用 别的涂层的 灰阶 当做遮罩来处理 然后再调整遮罩的黑跟白 所形成的这个感觉 这个其实观念可以运动到很多地方 好那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